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和大家看一個好消息 香港警方在今早就拘捕了李柱銘、何俊逸、歐樂軒、梁國雄等13人 警方表示目前尚在追捕多人 包括黎智英 而現在公開消息所知道,亂港四人幫當中 已經有三人被捕或正在追捕 除了陳芳安生 控告他們的罪名是甚麼呢? 現在所知道是他們涉嫌組織和參與美經批准集結 公佈美經批准遊行等罪名 當中李柱銘亦表示警方的確指控他涉嫌 在上年8月18日和10月1日組織未經批准的遊行 帶到長沙環警署調查 拘捕的人士中包括楊森、黃浩銘、陳浩行、 吳文遠、何秀蘭和李卓人 警方表示目前仍然正在追捕另外多人 包括黎智英 有警員今早曾去過黎智英的住所調查 當時黎智英就不在住所 直到下午黎智英就在西貢遊艇會 回到預所 警方上門拘捕 新聞來到這裏 先和大家看看 這個黃色的媒體如何報道這件事 重點是 港府418大抓捕報復 哇 我還想和大家看當中的一段 反送中去年發起 831為香港罪人祈禱遊行 未獲警方同意 他不會說這個行為是犯法的 仍然有大批的市民參加 黎智英和李卓人在前面 由哪一處走到哪 遊行結束之後 入夜多區發生警民衝突 他不會說暴徒出來殺人放火破壞的東西的 然後警察出來抓人的 No 叫警民衝突 不敢說暴徒先走出來破壞 不敢說 或者他故意不說 造成所謂的 831太子地鐵站流血事件慘案 他不說暴徒在那裏做什麼 那些暴徒在那裏逃跑 想離開 然後警方執法 最後他們的結語 我都覺得非常之正 看一看 我們一定要記住 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黎明 一定會到 看完這一句我真的覺得很正 這句話說 典型的現在 他們的金主就在游艇會做什麼 要不在游艇會 享受到那些設施 要不在游艇會就去坐游艇 你的手足去坐什麼 坐牢 典型的金主坐游艇 典型的金主坐游艇 手足去坐牢 真的黎明已經到了 不是說一定會到 好了 看到這裏我還想和大家看多一段的 影片 就是說到 黎智英 警方去到黎智英的門口 下午拘捕他那段的影片 我們最主要看一看 其實最主要 坐牢 好,其實影片大概看到,這裡就OK了 我想表達什麼呢? 這些黎智英的手下,不一定是員工,不過一定是有關係 基本上就是擺明知道黎智英在哪裏,然後假裝不知道 最後幾句大家還沒看到,如果你知道他在哪裏,你又不說可能有問題 他前面問了那麼久,他到底在哪裏,知道還是不知道,你不知道就說不知道,對不對? 這種是給大家看一下所謂的他們的職員 就是拼命在那裏幫他老闆在那裏拖時間,故意這樣做 雖然這個不算是什麼重大的罪名,但是我覺得止暴制亂是非常之重要的 難道,簡單講一句,非法集結,難道不是一個罪名呢? 應該要做的事情就去做,準確應該可以判到什麼事情呢? 知道的觀眾可以告訴我們,留言區告訴我們 好了,我們接下來看看觀眾留言 第一位觀眾就講到,美國復工又如何? 遊客在哪裏呢? 特朗普還想著有生意嗎? 忘記了那些潛伏性的病毒感染嗎? 這樣做是犧牲民眾的 我特別想聚焦回頭兩句,因為他的主要概念是頭兩句 復工又如何? 遊客在哪裏? 先不計美國可能客觀的環境是不是允許他們復工? 但是如果可以復工的話,其實是重要的 儘管復工沒有遊客 乃至乎好像我們舉中國現在的例子,開始復工 但是國際航班其實都停了 說遊客的話,其實我們都不會有外國遊客 原本就是中國這些 甚至乎還有一些娛樂行業 現在應該都是未開的,以我所知 不排除開了,因為不排除 會延遲一兩天,我才知道不出奇 我覺得可以的話,其他東西可以復工的都是復工 好,舉一個例子 第一,在這個疫情期間 基本設施,醫院、超市等等的東西 是要繼續運作 而我相信其實不同的國家都面對一個問題 只是可能沒有告訴民眾 其實不同國家都不同程度地 在消耗他們的庫存 不同的庫存 食物也好,石油也好,能源也好 儘早可以復工 儘早都能夠遮蓋到不同的庫存 一遲時候去使用這些庫存 固然是需要的 但是可以的情況下 去回補這些事情都是重要的 第三樣東西就是 儘管某些行業仍然不能夠復工 其他基礎行業復工 起碼有公開市民找到食 這東西都很重要 特別是歐美的文化裡面 傾向是少儲蓄的 中國其實為什麼可以過到這一次的疫情 那個社會影響相對於歐美低一點呢 不要說低很多,低一點 其中一個因素就是 中國人普遍的儲蓄能力是好一點的 這是事實 所以我覺得 就是這樣 所以可以的說,復工是要復的 再接下來的下一位觀眾 是一連串的留言 其中一位觀眾說到 聽Simon 的影片多了 我這個新疆人都懂得說廣東話 真的沒想到 今天也有很多觀眾留言去回覆他 當中不少的一部分就說到 例如我是上海人 都聽得了90% 小時候可能因為看到TVB多受到影響 有些海外人士 例如馬來西亞 有些台灣都留言的觀眾 說起內近的意思 特別是其中一條我想特別講起 沒想過科技可以將新疆人 甚至全國各地的人 和香港人聯繫起來 確實沒想過 當時 例如我看安尼鼓勵的過程都是 就是觀眾一個留言的連結 我無意間按進去看看 然後觸發到我可能看某些東西的時候 觀點會不同了 也說多一點安尼鼓勵 之前有觀眾留言 善意提示 就說那條安尼鼓勵的頻道 可能是別人偷影片的 不是官方的 但是後來我聯絡過安尼鼓勵 就是 Youtube那條頻道 應該真的是他的 他說他是官方授權的頻道 所以 不是他處理 但是應該是授權給人處理 就是這樣的意思 讓大家知道 不是什麼導版頻道 這條影片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還有影片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